这是世界上最爱出汗的女孩 她一分钟就能流足足20斤汗 尤其是女孩的双手 光静静地放着不动 就会稀里哗啦地汗如雨下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手上有个水龙头呢 还有她的双脚和腋下 无时无刻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流汗 尤其是看惊悚片的时候 在精神高度紧张下毛孔就会全部张开 出汗的速度就会加快好几倍 一部电影的时间 床单和被子上几乎全部湿透 为此节目组还特意测试了一下 只用了短短一分钟的时间 她的双手就像流水一样汗如雨下 因为身体的奇怪现象 给她平时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 稍微光滑一点的袋子都无法撕开 就连打个游戏都要边擦边玩 否则就会像给手机洗澡一样 尤其是家里的指纹锁 每次都无法顺利打开 每天的汗流加倍让她欲哭无泪 其他女孩包包里装的都是化妆品 而她却装了满满一包的毛巾和袜子 因为汗多的缘故 每隔30分钟就要换一双袜子 就连平时工作使用的电脑 不管是鼠标还是键盘 都像是洗过澡一样 每次做饭都会带着塑料手套 摘下来时已经布满汗水 为此她不得不被迫放弃工作 奇怪的是 她的脸上却异常干燥 尤其是脖子上几乎低汗不出 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于是节目组将她带到了医院 对身体进行了一次仔细检查 最后医生发现 原来小姐姐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疾病 叫做多汗症 而且目前治愈难度非常大 只能通过切除掉身体上的汗线来解决 经过再三思索 最后小姐姐选择放弃手术 不能因为身体一点点的缺陷 而让她受到更严重的创伤 于是选择了快乐的接受缺点